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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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你们好 又来到我们《夜六分钟精彩人生》的节目时间 在这几个星期里 我们分别和大家一起分享过 一位年轻女作家 她的精彩人生 而在上个星期我们也听过 粤剧界前辈黄涛师傅的 丰富人生经历 在今个星期 我就会带大家进入一位 加拿大社区名人的世界 陈志愿这个名字 相信大家没什么理由不认识 在目前陈志愿的身份 就是以温哥怀为基地 中桥互助会的行政总裁 但对于加拿大的 英语传媒来说 陈志愿可以说是他们的盲公足 而至于在加拿大的政坛里面 Tung Chan 这个名字 就等同于Insider 即是知情人士 究竟陈志愿又如何看他自己呢 阿栋 你好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都在社区或做新闻的时候 会见到你 最近我已经做了这一集主持的部分 在那个部分里面 就形容你是社区的知名人士 但其实我想你是真的 因为无论是传媒 本地传媒 英文传媒 政界或是社区里面 如果说出你的名字 都没有人会不知道 你过长而已 但我想问一下 在你自己的心目中 其实很多人都认识你 但你又怎样看你自己呢 陈志愿 我自己看自己 就是一个在乡下出力的 在新界豪冲 在香港新界豪冲出来的乡下仔 因为自己小时候 在乡村长大的 在那里一直住 在自己19岁的时候 才出门去外国 一直在乡村长大 在一个农村长大 还记得那些田野的风味 去海游泳 去爬蜆 在小溪捉鱼 或者去帮别人耕田 或者是当农田收成的时候 去割和 去攀谷 说着你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是什么 看不出去 我对我自己看上来 就是这样的农村 一个小货子 这个农村的生活 维持了多少年 你是由多少岁开始 叫做脱离这种生活 可以说是去了荷兰之后 当时是多少岁 那时大概是18至19岁 刚刚是中学毕业 有机会去了荷兰 在阿姆斯特丹住了六个月 在海瓦前后住了两月半左右 为何是荷兰呢 是一个很转期性的事件 那时爸爸也想我们出门去读书 当时就遇到一个 以前失散了很久的同乡的朋友 他可以供书教学 给外外兰读书 所以就拿了一张单程机票 就走了去阿姆斯特丹 但发觉原来不是那回事 但你拿着单程机票 是的 拿着单程机票 口袋袋着很少钱 发觉原来不是那回事 你说不是那回事 我相信语言是一个问题 除了语言 包括语言里面 有什么令你觉得很失望 在荷兰 那时他根本开了一间前面旅行社 后面是一间区立部 大家可以用想就想到 在荷兰 在阿姆斯特丹的区立部 做些什么大家都想都想到 发觉原来是这样做事 不是真的想我过去 是让我去读书的 幸好有一位同乡的前辈 是负责辈的 他在海牙有餐馆 就说阿东不如你来帮我做餐馆 所以就拿去海牙 帮了餐馆给他 前后都在那里做了两年半 然后才存到钱 就回到香港 香港又是机缘巧合 就进了香港的九龙证券交易所 做出市 那是1973年 出市 就是做出市员 就是在股票行业 在证券交易所 你如果看回以前的政见交易所 就一定背着背心 走来走去 现在的剧集也有看到 我们做出市员的 就走了去交易板 要买又要买 很虚险的 那时候很好玩的 那时候年轻人 就21、20岁左右 20岁左右 都21、20岁左右 在香港做了大概都是一年左右 那时候风生衰气 因为那时候股票上得很厉害 你就是背着背心的保虑 但是自己也可以买 因为那时候股票的 证监署的关管 就没有那么紧张 所以自己也有买又买 很好赚 那时候早上你下去 就买一千置地 收工之前买出去 第二天买一千股 或者几千股 然后又买一千股 很好玩的 每天都有钱赚 但是谁知道很可惜 然后故事倒下 倒下了 倒下了 全军覆没 在荷兰捱得很辛苦 那三年 赚到那些钱 就全部是亏了 可以说是输了 再回来 再离开香港 走到加拿大 但是其实就算在当时来说 来到加拿大 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很多人都希望 或者渴望 会去到外国西方社会 那当时你又怎样 会说可以来到加拿大呢 我自己申请是 以个独立移民申请的 就在荷兰入治 香港就是会面的 当然 当时我姐姐和姐夫都住在荷兰 有当地懂得帮助 但是我申请的是独立移民 也申请 来到之后 就住在加拿大姐的土库 那在土库 自己的房子 那家姐和姐夫对我非常之好 帮我又不需要 怎样我给他钱 又给我吃 给我住 那在那里 一住就住了四年 一住到毕业 那接着 你来到已经是申请到学校的了 就是去UBC 来到先申请 来到先申请 但又申请到UBC 对 申请到UBC 其实很好玩的 那时候你进去的时候 英文很差差 上课上了几个礼拜 教授说 陈彦你一路上课都不讲话 我说怎样讲 我说要讲那时候 要将自己想讲的东西想到 然后自己口语对对 以后才够勇气举手 我说到我举手的时候 先生你已经讲了第二件事 那先申请才发觉 原来真的是有问题 所以那时候 让我读英文零九九 大家也知道 大学当然一年班是一零零的 第一百的 零九九就是未多一百的 其实UBC大学 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些班 好像我们都没听过 其实根本就是 補习的一个班 所以那些是追不上的 英文有问题的 那就读英文零九九班 幸好那时候有这样的班 听了你说了大概十分钟 起码你由夜几岁之前 你的生命里面 其实也挺幸运 挺多贵人的 是啊 是啊 这是真事 但讲起来 我都觉得人是要靠运气 但是另外 除了运气之外 也要个人要准备 有一句说话 我很相信的 就是说 我这个做人 是要靠运气的 但我也知道 我只要越努力去做 我就越多运气 我爸爸小时候 我爸爸经常都教我们 他说 你们以后要努力一点 你们经常要充实自己 因为如果你不充实自己 你自己不够健康 你如果不够强 身体强壮的时候 天下跌下来 一吨金下来 你都走不出去 你都搬不起 所以就算你够运气 都要自己本身的财感 的学识 你自己做人的处持态度 和自己的朋友的网络 要人的友 换句话说 就算有运气 都要自己去准备好自己 正如你爸爸的教导 如果你自己都不准备好 根本上就是 有运气给你 都无福销售 是的 有运气给到的时候 要两件事 要去做 第一 当运气来到的时候 要把握运气 第二 要自己有这样的准备 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1990年的时候 当温哥华的时候 的市长是Gordon Campbell 我还记得 当时是整班人坐在那里 除了我之外 另外还有很多的乔领 有很多很厉害 我很多的人在书 当时黄月娥女士 她决定不会再去竞选 当时就聘请了整班人 二十多人在书 解释 应该在这种情况下 新移民来到了 很多人都对这个华人 有多些不满意 所以在市议会里 应该一定有个华人在书 不是代表华人 而是能够用这个华人的观点角度 去理解说话 而且在关门的时候 你讲完之后 等别人决定了 你才在外面 尤其立下去反对 已经迟了 但如果在里面 有一个人有不同的观点角度 告诉大家 他们了解 所以决定又包容了 这个华人的观点角度 或者是新移民的观点角度 是有好处 说完这番话之后 市长 那时是金保义市长 接着都到会 跟大家说 我都很需要 需要其中有一个 像你们这样的 能够和华人社群有联系的人 是出来帮我去竞选 帮我把这些国家的事 搞好 接着就逐个 要问 你肯不肯 张先生肯不肯 王先生肯不肯 陈先生肯不肯 逐个去问 但每个人都说 我现在太忙了 我已经找自己不太好 我自己很水皮 或者我现在工作上的环境 没有一个人肯 当时我自己也可以说 有这样的机会 不可以接受这个挑战 但当时我就觉得 如果是在一个 加拿大第三大的城市 市长亲身来去问 而在一个华语社群 没有人肯寄出来 将来有些人是反华的言论 或者是对华人歧视 变成你们自己都 暴声出 别人叫你去参与 在一个决策的纲位 去做事 你都不肯去 所以当时就决定 接受这个挑战 我相信 也是由你这个 英文定狗狗的学生 去到接受一个 现在变成了省长 当时是一个 都叫做很受欢迎的市长 拿出来的挑战 你勇于去面对 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是非常大胆 我们现在休息一会 我们回来 就想跟你谈谈 究竟你对于朋友 或者是在工作上 和一些人事的关系 你是怎样去看友情 认识了陈志栋 认识了陈志栋 那么多年 他给我的感觉 往往都是感言 乐观 和经常都是笑奇奇的 但是在商场和社区里面 打滚了那么多年 陈志栋 是不是就是阿栋 那么简单 休息回来 我们会继续去认识陈志栋的 精彩人生 他知道我说想做访问的时候 他就连资料搜集都帮我做了 那么模型中 就帮我省了不少的功夫 不过在另一方面 因为他的人生非常精彩 所以跟他做完访问之后 我们也必定要做若干的剪接 其实呢 陈志栋的确是很肯帮朋友 但是对于阿栋来说 究竟朋友的定义是什么 而他对于朋友的要求又是什么呢 阿栋啊 其实呢 你可以说得上 如果人家是老师的 就说涂里满天下 但是你真是 很多朋友在你身边 你认识的人也很多 但是其实你怎样去决定 这些就是我的朋友 那些只是合作的伙伴 会不会有这样分的呢 我就没什么分的 其实很有趣 在90年竞选完之后 当知道自己是做了 赢了 那第二天呢 这里本地有份报纸来访问我 哎 陈志栋 谁是你的朋友啊 那我说 个个都是我朋友 我刚刚认识了你了 你跟我聊得这么巧 你都是我朋友 那我一向都是这样的 就是可以说是知道 从小时候已经知道 还有经过自己 在香港去到荷兰 一个人都不懂 然后跟着在香港 又走到加拿大 除了姐姐姐夫之外 也是一个人不懂 在这样的环境长大之下 还有你容易记得 我是自己的乡下子 在香港在西贡读书 小学在西贡 然后出到九龙城 在文生书院读书的时候 又是一个人都不懂 所以就知道真是朋友可贵 而且也知道 就是不需要说 那个人是否有权有势 不需要说那个人是否真是很聪明 然后才交朋友 只要大家聊得起来 只要大家是自动独合 只要大家是想做一件事的时候 大家都是朋友 因为对我来说 如果要做成一件事 或者要有一件大家都要推动的情况 要去做的时候 只要大家能够聊到自动独合 大家便是朋友 但是你都生活了这么久 在这里都有这么多年的时间 我认识你的时候 你的头发都是黑色的 现在你都变了灰灰的 都没黑色 但是在这么多年里面 总有人做了一些事情 你认为是朋友 大伤害了你 或者有出卖了你 这些情况 那你怎样处理这种问题 这件事我真的可以说很够运 没试过有经过这样的事情发生过 就算有些人对我有批评 我都很乐意去接受 如果就算那些是不公平的批评 那这样有了 有时大家是误会 有时是听我说的说话 听得不全面 或者是对我想做的事 完全是不同意 对我有些善意的批评的时候 我亦都是很乐意接受 恶意的批评 我亦都是要自知 因为我小时候 爸爸就 我出门后的时候 就写了一个座友名给我的 那座友名里面 其中有一句 就是很清楚地说 就是说 忍心而后动 旁以容何伤 即是说自己能够是苦心自民 我做的事是光明磊落 做的事是对得天对得地 对得着人的时候 人家批评 不需要戒坏 人家是不了解 也都不需要特别着着去解释 因为只要将所有的事实 全部摆出来 当所有的情况 人家知道的时候 知道自己的心在哪里 人家怎样说话 那些谣言 中伤 或者什么 我救云未试过有人这样对我 但如果真的有的时候 我都觉得 没所谓 所以你很多时候都笑得很开怀 而又不是扮演 是的 真的开心笑 是的 我想问问你 因为在我们 我做主持的部分的时候 你这一集 我介绍了你是社区名人 不敢 但其实社区名人 不一定是好事 我想问一下 在你自己的规范里面 你又做过政客 你又是商界 做过资深副总裁 你亦都在社团里面 认识很多人 很多东西 你都会出来说 到今时今日 你又是中桥的行政总裁 究竟 如果好像我一个记者 跟你坐在一起聊天 你其实会想我 叫你做什么 我一向都有人叫我做阿栋 因为我又没有改英文名 当然读中学的时候 是有英文名的 因为在香港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英文名 所以当时都有英文名 但我来到之后 就觉得没什么需要 很有趣的 当时还是非常反叛 人性很强 当时先生叫我 为何来不叫Tom 或者叫Tony 或者叫他接近的 我说为何 为何 他说我容易点叫你 我说为何要你容易点叫我 我是我 为何要遷就我来到就你 但我又想问一下你在中桥里面 中桥其实是一个社会工作的范畴 但你其实是来自商界 接着你就去政界 譬如我当时都会是错的 但是我对于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觉得 商界、政界的人都很狡猾 很多计划 很多东西玩 但你现在就去了中桥里面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工作 别人看你都会不同 但你其实带了些什么 你在商界和政界里面的能力 或者的characteristic 下去这个社会工作里面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中桥里面上上下的员工 就是非常努力做事的 个个都是大公无私 中桥到服务力 所以变成我去到做的时候 只不过就将格式 架构 只不过去改一些 以及将自己以前是管人 以及处理问题 的手法 就带了去中桥 将它们原本的已经是非常好的 规范 将它更上一层楼 看到过去一年来 我也是很着重 是将中桥的 是将大家的新移民 融入社区的这个信息 多一些 那么多大出来 也都看到在过去一年之内 在这个特别的英文传媒里面 是多了中桥的信息 当然在这个中文传媒里面 亦都加强了 你要见到 就是我们现时的 新闻发布会 我们发的新闻稿 那个格式和内容 比以前充实了多少 不是说以前没有 以前有 但是包装和运作 是未能够适当的利用 我亦都知道 譬如说每一个机构 都会有同样的情况 就是转一个老板 转一个管理人 总会引来一些微然 你上任之后 我亦都听过 人家就说中桥跟以前不同 就算是自己里面那些 以前是一个淘汰 是包装到一个很小家庭 大家你帮吧 我帮你 但是阿栋来了之后 就好像整个银行那样 是企业化了 那你又没有听过这一种 还有你觉得是怎么样 有 其实就是 我很开心听到这样的情况 因为中桥现时来说 已经是一个每年受到政府 给我们的不同的项目 都有成个八个那么多 就是不同的 譬如说就算是教英文班 英文班我们现在现时 都有57班 就是英文班 就是57班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仍然如果是用个小家庭 这样去做的时候 就必须有时是 那个效率上面会差一点那么多 所以我进入中桥现时 亦都是跟其他同事一起说 就是希望能够 将那个运作制度化 将那个架构 是完整化一点那么多 是用这个架构和这个机制 来运作 而不是再用这个人事 或者个人的喜好运作 OK 那最后呢 我就想问你 因为呢 无论是什么工作 回到家里始终 陈志棟是一个很好的丈夫 亦都是一个很好的父亲 那你自己觉得 你的家庭给到你什么 而你也都在你 由你爸爸的身上 和你去到荷兰 跟着来到加拿大 那么多年的经验里面 你又给到什么 你的小朋友和你家里 你觉得他们是不是 你认为他们应该在这个轨道上 家庭来讲对我是一个基石 因为如果是没有这个家庭的支持的时候 没有一个延内座 没有两个女女 是这么听话 这么乖 没有被头痛 没有被麻烦我之外 就没有可能可以 像现在做事 或者以前在银行做事 也好 在做事员的时间也好 或者是当自己 在爬上去的时候 要上班 要出去应酬也好 如果是没有家庭的基石 是没有后顾之一 是没有可能做到这么多事情 所以就很多谢我太太和我两个女 她是让我支持和给到我的谅解 那除了这个之外 那你问的是说 那两个女女是否上了轨道 她们做了跟我想做的事 有没有受到你的教会 有没有受到我的分头 有没有受到我的分头 很难说 因为这个情况 因为我们的环境是不同 我们小时候在香港 是瑜伽思想 是一个以中国人的背景 来长大做事的地方 来到加拿大 加拿大是一个以西方文化 以西方价值观 来处事做事的地方 那我也从小开始 都没有完全想他们 学足中国人的瑜伽思想 譬如说我们 中国人有个概念 万事要欠 在西方社会 在西方的工作环境 你靠欠 你就一定会被人 踩到你低低的了 所以从小开始 我也是教他们 你出去 如果有人欺负你 要站硬 要跟他们斗 但是要知道 如果他真的强过你的时候 打不过他 你快点走 打得过他 你去打下去 打不得过他 找朋友 找先生 这些这样的教导 爸爸那时候 很看不过眼 我们这样教女儿 是女儿 教他们 有些什么 乖乖乖乖 但是他们两个 又没有确触我说的 我相信他们还是 还未在社会做事 但是两个 现在都不是小朋友 一个都是二十八九岁 一个二十六七岁 他们都是一个 能够独当一面的人 也不是一个弱质女流 两个都是一个 不要说是女强人 而是一个 可以能够独当一面 独立的一个人 不是说是女人 或者是一个男人 而是一个人 而看得出来是很满意的 我相当满意 因为两个都是 很好做的 我大女儿小的时候 特别是十六七岁的时候 人家问她 你中学毕业之后 What would you like to be? 通常来说 人家会答我做律师 I want to be a lawyer I want to be a dentist I want to be a doctor I want to be something 我女儿当时她答得很好 她说 I want to be happy I want to be happy I want to be happy 那她真是听了你的教诲 是的 所以她的生活都很开心 最后想问你 你已经是银行的工作 已经退休了 最近也没有听过 你打算回去重镇 现在中桥那里 你有没有给一个时限 自己发展到何时 and then what? 我一直都没有什么特别去想过这些问题 因为就算当时香港和荷蘭 尤其荷蘭都在香港 香港走到你移民来加拿大 做银行 一直都没有什么对自己 有什么特别的时间的限制 或者是特别的期望 只不过是有一个愿望 中桥一直以来 都是一个大家都认识的 是一个华人社区的一个机构 中桥时至今天 已经到一个多元文化的机构 中桥里面的员工 以前来说 初初开始的时候 全部都是华人 到现时来说 已经不是 中桥服务的对象 以前差不多是清一色的是华人 现时来说 已经不只是那个情况 希望能够做到的就是 将中桥 我们的华人做事的精神的态度 我们中国人的瑜伽思想 做事的敦厚 做事的穩健的做事方式 能够去公诸整体的社会 希望能够将中桥带出去 继续以前的步伐 以前一直开始 走向多元文化的方式 希望将会加快一点 加强一点 能够变成终极一个 不是说华人社区的一个机构 而是一个温哥华的一个机构 是一个BC省的机构 希望能够带到走上的轨道 快点走上的轨道 多谢你一顿 不用客气 在你身上学了很多东西 不用客气 谢谢 半个钟头的节目时间 的确真的很快趣就过去 如果观众对我们今晚的节目 有任何的意见 都欢迎你们 用全真或电邮的方式 跟我们联络 下星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